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176集 外公 你说什么 凤九儿扫了龙笛一眼 收回视线 看着别处 远处 龙笛区和乔木一同往这边靠近 两人虽然没有做交流 但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外公 你看看那边 凤九儿摆了摆手 那边有比鱼儿更好看的 哦 是吗 龙笛含笑 沿着凤九儿的视线 往龙笛区和乔木过来的方向看去 过来的两人 男的高大 俊逸 风度翩翩 女的高挑 貌美 刚柔并重 外公 你觉得乔木怎么样啊 他人很好 长得漂亮 心地善良 跟舅舅很相配 是不是 是不错 龙笛笑盈盈地点点头 可惜你这个舅舅就一根筋 你想给他配酒吗 可不容易哦 第五雅还没有登机 但已经在准备为龙家证明的事宜 这段时间 龙笛区频频入宫 除了辅助太子殿下做事 也在为证明之事奔波 乔木今天入宫是奉了奉九儿的命令 某人要陪外公将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了他 乔木无奈 只好凡事亲力亲为 奉九儿再看了他俩一会儿便收回视线 舅舅今天刚好三十 这么多年都是单身一人 乔木今年二十三 两人的年龄相差也不是特别大 但这种事情 奉九儿做了几次都不见有效 他这一次也不敢胡来 这舅妈的想法也就想想算了 爹 龙笛区来到湖边 看了龙笛一眼 视线便落在了奉九儿身上 九儿 老庄主 乔木看着龙笛 轻点了点头 你们怎么一起了 奉九儿回头看着两人轻声问道 在宫里遇见 便一起回来了 乔木随意回应了一声 来到了奉九儿身旁 一甩衣媚 直接坐在了草地上 不远处的下人 看见两个人过来 立即搬来椅子 方主请 下人来到龙笛区身旁 摆了摆手 龙笛区随手将椅子拿起 放在龙笛和奉九儿之间坐落 下人又搬了椅子 来到了乔木身后 乔姑娘请 放下吧 乔木摆了摆手 这么坐着也不错 下人汗手退了回去 乔儿 怎么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呀 龙不屈看着奉九儿 柔声问道 外公把鱼都钓光了 我一条都钓不到 奉九儿回视他 挪了弩唇抱怨道 外公把鱼都钓光了 龙不屈蹭了蹭眉 回头盯着龙岩 不是让你多放点鱼吗 明知道老庄主钓鱼就是不好 却喜欢垂钓 庄主 我多放了 龙岩将带来的花茶放下 舅舅 凤九儿看着龙不屈 粉唇弩得更高 龙不屈收回视线 看着他 眼底尽是宠溺 凤九儿淡淡问道 你说外公钓鱼技术不好 那我算什么 他都钓了六条了 我一条都没有钓到 不懂你还钓啊 乔木侧头扫了凤九儿一眼 凤九儿回头 白了他一眼 滴出了脑袋 九儿 舅舅不是这样的意思 钓不到一定是鱼的问题 不是我们家九儿的问题 龙不屈 含笑说道 不 龙敌摇摇头 那是丫头自己的问题 明明想别人了 又不愿意进宫 相思病一来 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 你想他了 乔木拉了拉 放九儿一昧 嗨 嗨 早说嘛 他不是天天在传你吗 只是你自己不愿意进宫 我本来还以为能好好休息几天 哎呀 没想到天天要往宫里跑 把我累得够呛 九儿 龙不屈拉来椅子 贴着凤九儿坐下 你真想他了 凤九儿 看着自己的鱼竿摇摇头 怎么可能啊 不想才是不可能 不过 为什么要他进去见他 他就不能出来找自己吗 龙不屈 似乎能看出凤九儿的心思 伸出大掌 揉了揉他脑袋 他是太子 很快便是君王 现在 整个北牧国的人都需要他 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为所欲为了 九儿 龙不屈 再揉了揉凤九儿脑袋 无声叹息 当年 你娘还没入宫就发生了意外 这回 你也要入宫 舅舅 不免就有一些担心啊 凤九儿侧头 看着龙不屈 眨拔了一下眼睛 舅舅 我没有说一定要入宫 追求我的人 多得去了 我为何一定要入宫啊 哼 你不入宫 太子殿下 会允许吗 乔木看着凤九儿 月眉轻挑 哼 恐怕到时候 他翻遍整个天下 都要将你找出来 一入宫门深似海 你没有听说过吗 这皇宫 我可没有兴趣 凤九儿挑眉说道 也许让凤九儿畏惧的 不是皇宫 而是皇上 他真的要当皇帝了 他突然却开心不起来 宫里的斗争 以后宫的情况最为严重 更何况 他一个生活在 一夫一妻国度 有十年的人 怎么可能容忍 一夫多妻 甚至什么三宫六院呢 想到迟早 有这样一日 凤九儿觉得 还不如提前做个了断 给自己留一个 美好的回忆就好 凤九儿 脸了脸神 深吸了一口气 站起 外公 舅舅 我决定了 我要去找我爹爹 带他回来 过好生活 舅舅 家里一定要留我一个院子 不 这儿这么大 最少留两个院子 到时候 我和爹爹一人一个 爹爹喜欢安静 我也喜欢 舅舅 你要好好安排哦 不等龙不屈回应 凤九儿转身 朝不远处的桌子而去 龙岩 你不是给我准备了花茶吗 我渴了 小小姐 龙岩看着凤九儿 嘴角带着微笑 都准备好了 有你喜欢的 也有老庄主喜欢的 凤九儿来到矮桌旁坐下 看着湖边三人 快过来喝茶 这是我和外公 亲手摘的山茶花 这茶可香了 你们都过来 尝一尝 来了 乔木从草地上站起 举步走了过去 龙不屈 扶着龙敌转身 往回 龙岩 凤九儿抬眸 看着龙岩 去准备五点 我饿了 好嘞 龙岩汗少 转身又急急忙忙离去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让你认为 我心里的 我跟着你 不叠